OK 那我们把之前的东西简单的清理一下 有点多 然后有点乱了 然后我们最后整个段时间再讲一下 怎么去连表查询 然后我们还是把这个各个查询 不同的表的这个SQL一句写上吧 select信号fromblocks and select信号fromusers 好 执行这个blocks查询 我们只能查到这个userid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是需要查到这个blocks信息 或者user信息一块的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连表查询 也不是很麻烦 我们就写一个 select信号fromblocks 用这个inner join inner joinusers 大家看 就是查询这个blocks inner joinusers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users给join进来 给它添加进来 on什么的 onusers blogs.id 等于 blogs.userid blogs.userid 这个就已经有了 OK 其实这个地方会有一点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id是3 然后这个地方是id是2 其实就会有一些混乱 其实这个id是第一个表的id 然后这个id是第二个表的id 但是我们这样查出来之后 返回的数据我们是分不清楚的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selectblogs.sing blogs.sing就是说我们查询blogs所有的信息 然后users.username 然后users.nickname 然后users.nickname 就是我们查询blogs的所有信息 然后呢 逗号 users.username 然后users.nickname users表这边我们就需要这两列 然后fromblogs 还是这样 fromblogsinner join users 然后on什么东西 这个跟之前是一样的 好 这样的话我们再查一下 OK 大家看这样的话 这个就比较清晰一些了 就是id是blogs的id 对吧 然后这个title content 然后这都是blogs userid也是blogs 然后username和nickname 这些是users表中的 对吧 这样的话就已经出来了 OK 那我们可以再加上查询条件 比如说我们先折一下行 OK 折一下行 然后加查询条件 比如说 whereusers.user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理4 就是我们这个的查询 和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加查询条件 users.nickname等于理4 OK 我们点击查询 上面一样 因为我们这只有理4的 对吧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章3的吧 inners into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快速的把这个 再加一个blog title content userid values 不对 我们应该先把这个 unners给加上 因为章3的这个用户 已经被我们删掉了 对吧 大家也可以自己加一下 因为你不加不演示的话 你可能看不到这个效果 unners into unners 然后unners unners password nickname 比如说章3 然后password 的123 然后移称是章3 对吧 OK 那我们 好 成功了 好 成功了 这时候id是3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 unners into blocks 然后 hiteal content 和userid userid values 就是说我们现在标题到标题几了 我们不管了 标题 标题a吧 这样的话就插开了 对吧 内容 内容a 然后id呢 我们加一个3 OK 插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执行这个查询的话 其实能查出所有的 大家看 李四的也有 张三的也有 对吧 但如果我们加入这个 刚才那个 wireuser user name 的李四的话 就能查出这个 李四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改一下条件 如果我们只查张三的话 现在就查出 叫张三的信息 所以说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连表查询 连表查询 就是我们能把两个表连接了一块查询 其实我们在接下来用的 开发的这个 博客项目中 微博项目中 连表查询用的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理解 最后再说一句 连表查询这个 blocks inner join unners on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就是 不一定有外见的 就虽然说我们连表查询 把它放在这个 外见这部分来讲 但是我们要加这个条件 不一定是要 非得要有user id 和 id之间 这么一个外见的关系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加件连表查询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都需要有一个外见约束 因为外见约束不是为了 连表查询必须要有 而是为了我们 之前讲过的 就是刚才讲过的 外见约束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数据的 一个整体化 一个整体化 一个严谨性 就不让它出错 不让它出现 垃圾数据 是这样一个用的 对吧 所以说 连表查询和外见 外见的这个用处 一般都是在一个地方去用 所以说我们就放 一个地方去讲了 但是这个地方 没有在技术上 和技术上 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强相关的关系 所以说 如果没有外见的话 这个连表查询 也是这样可以做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在一般的场景下 这两个一般是 连起来来用的 OK 那到这儿呢 我们MySQL 这块就基本上 就已经讲完了 然后我们做个小节吧 因为讲MySQL 这块内容 稍微有点多 这个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简单 小节一下 下载安装 MySQL 以及MySQL的客户端 以及键库 然后呢 是键表 键表的时候 注意那个类型 然后是基本的 SQL语句 三传感查 然后查询那个 总数 然后分页 对吧 再往下呢 是外见和连表查询 外见的创建 怎么创建 以及特别是 外见的意义 外见为什么存在 这个特别重要 然后连表查询 这个也比较重要 OK 那到这儿呢 我们MySQL的介绍 基本上就已经完了 MySQL是我们 接下来要讲 那个 ORM 引用SQLize的 一个基础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 我们接下来不用 它就不重要 这块还是很重要的 OK